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也做这个0050的定期定额 一次买在1月 下一次买在7月 因为他一年只能买两张 所以低点都没有买到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 小资族在零股的一个策略上 还是要持续定期定额 以此来均摊我们的购买成本的主要原因在于 其实你定期定额的频率 至少以每个月 或者至少每两个月作为一个期间 对呀 财友庆龙刚刚讲那个微笑 不然像那个散户 他就直接买在这个价格了 我怎么笑得出来 所以即使我们买一张的话 可能价格都会因为过高的原因 导致我们定期定额的策略失效 即使我们想定期定额 所以我个人认为 第一点一定要挑相较 价格比较低的你可以买一张 如果价格相较高一点点的话 是高价格的话 你就可以考虑采与零股的一个策略 那当然我们刚才提到的是 用零股的方式来减低这种 购买成本的一个风险 还有另外一个风险是产业的风险 虽然契隆哥刚才讲说台积电联发科 基本上整体的一个营收表现都还不错 但是我们必须不可以忽略的一点就是 其实每档个股就是有个股风险在 比如说联发科遇到华为的事件 谁知道呢 台积电如果没有遇到这个AND 或者说Intel的一个转单效应 短期内的报酬也不会这么高 对不对 所以短线上的消息还是很容易影响到 整体股价的一个变化 个股还是有一点风险的 所以我常建议小资助 如果想要做零股上的一个定期定额的话 最好还是用ETF或者用基金的一个方式 ETF 对 为什么 因为它成功地帮你用最低的一个价格 帮你分散了产业上的一个风险 那我这边其实推荐两种类型的一个ETF 第一种当然是以配息型的 着重在殖利率的一个亮眼 我们看到这个 其实这是0056 然后这个代号写错了 0056的元大高股息 平均来看的话 现金股利率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那我们这边特别跟大家来做一些解释的 是说其实元大高股息 大部分都是电子股 也正是因为它是相较比较主动选股 去预先去挑选30党 它预估殖利率最高的 你不知道它怎么挑的 反正它预估 它就先把它纳进来了 所以相较现金股利率是非常亮眼一点点 所以这就是成股的概念 只不过让你降低成股的门槛 对 那因为它有帮你主动筛选各股的一个过程 所以相较来看的话 我认为是蛮保守型的 那包含0073或者00730 这些高息低波的ETF 其实殖利率4-5%表现得也不错 那我们可以看到是它的一个成分类股相较起来 比较锁定在这种金融 食品 传产 低波动的这些族群 这比较像刚刚小夫爸所说的 第一个存股 你会要用存股的概念 就去找产业别 比如说你喜欢电子 这个金融比重比较高 这个传产比重比较高 你就自己去找低波动 配息高 产业你比较熟悉的龙头族群 没错 就是一方面你购买ETF 你产业风险也分散 然后第二个是你看股价 相较起来一股只要三十几块 你只要少喝杯饮料 基本上就可以买得到了 对不对 所以其实ETF的角度 我个人是比较偏向 要买领股往ETF的方向做比较重要 我们正是因为资金不大 那你资金不大你也不可能说 我又购买台积电的领股 我又购买联发科的领股 又购买大力光的领股 那我干嘛还要自己做资产的一个配置呢 我干脆就买ETF 帮我做好整体资产的一个配置即可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 那当然除了配息型的ETF之外 我个人认为景气型的ETF 相较起来也可以作为一些 价差上的一些套利 什么叫做景气型的ETF 也就是整体来看 包括0050或者富邦台50 基本上都是选择台股 全值最前面的50家企业 所以它跟景气的连动性是很高 基本上你想要根据加权指数的 一个高低机器来做价差的话 直接选择景气型ETF就可以了 那景气型ETF殖利率相较起来 没有像配息型的ETF这么高 但是你可以赚取的是景气之间的爆差 比如说在三月份的时候 我们根据台股的一个股价净值比 或者本益比已经运算出来 现在明显是低机器的时候 我们就趁这个时机来进场 现在股价净值比是1.95 相较比较高机器 我们就开始进行获利 所以你买元大50 其实就等于说买了一张台积电 买了一张联发科的领股 买了这些龙头的领股 那你也不用觉得说 我们使用这种价差上的投资 会不会套利 会远输于电子股 也没有 0050从现在3月19号的低点 整体报酬率是52% 你如果选择在股价净值比 低于1.2的时候 慢慢布局 总报酬大概也要3成5到4成 就差不多加权指数的一个报酬 所以你抓取的是景气上的 一个价差空间 所以两个投资策略稍微不一样 但是都相较起来 都非常适合用领股来做一些操作 但是我觉得最近小资族 是不是在领股交易的一些标的 其实跟以前不太一样 是是是 我们看到最近6年 整体小资领股专案的一个排行榜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什么小资领股专案是什么 就是买领股金额最多的小资族的 都是买哪一些标的 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名是0050 就我们刚才有介绍的 第二名是台积电 第三名是玉山金 那除了这三档之外 其他的表现在近期 其实都不是特别的好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近期的领股的一个交易的一个变化 开始慢慢产生了 就小资族现在喜欢的股票 比较没有那么存股导向 这是之前小资族喜欢的股票 台积电 真华电 这存股的标配 和库金 鸿海 全部都是金融股 金融 电信 电信 这全部都是存股的标配 最近金融股是卖压非常非常的重 基期相对比较低 那其实就隐含着一点 就是前两年我们存股思维比较盛行的时候 就容易引起小资族去存股 去买这些保守型稳定型的一些股票 现在很明显是投机当道 因为投资者都已经意识到 目前是一个高级期的水位 大家宁愿做当中也不想要存股 也不想要做定期定额 我们很明显感觉到市场上的一个变化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底下的话 其实我扎了9月2号 最近的一个零股的一个交易金额 其实已经慢慢的都变成一些电子股了 你看这是庆龙哥所建议的 对对对 庆龙哥所建议的 刚刚小布爸有提到 翼龙 几乎这几档里面 有一半都是庆龙哥建议的 而且当中比例都相对比较来得高 所以我常跟观众朋友讲说 就是大家都是存股族的时候 通常离我们的泡沫破裂不远 大家都是做长期投资 大家都是价值投资的时候 那泡沫就很容易破掉 相反大家都在投机的时候 我个人反而认为 现在反而是金融股 尤其是金融股 低基期持续的来买进的时候 大家都在当中 那么股市没那么快崩盘 而且金融股基期又这么的低 那我个人建议 反而可以持续的定期定额来购入 好 谢谢廷浩先请回座 所以以前大家做零股交易 似乎都找一些存股的名单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做的电子股 有一些都是当充热门股 所以其中可能有一些风险要注意 甚至于缺点 想赴爸爸 零股交易的缺点有哪些 其实零股交易最主要的缺点 就是字卡上面提到的手续费 我们手续费等于是 成交金额乘以千分之1.425 其实如果你未买20块 券商都会收取20块的手续费 未买20块 所以等于说你的成交的金额 至少一定要超过一个额度 对 那额度下面有四川一个表格出来 这个成交金额要到14,035块 你的手续费才会达到20块 你如果之下的话 你都是收20块 所以成本会比较高 可是我小资族就是因为钱不够 我没有办法有14,000块钱去买一张股票 所以才要零股交易 所以可能还有一个解到方式 是要跟券商要一点点折扣 可以吗 领股交易也可以要折扣 可能还是有的 可能还是有的 对 好 所以手续费可能是领股交易 所要考量最大最大的成本问题 没错的 所以你如果没有买到14,000块钱 你一笔 就算你今天领股一股两股买 一次就是20块钱的交易 对 手续费就是20块 偏高 不过我认为其实不用省这个小钱 当然 我们这个20块 我们平常去做一个跨行转账 都要14块嘛 搞不好是转个3000块 去跨行踢换也要 对啊 所以你看14,000块 只有20块手续费 那个其实很低 真的很低 所以你即使 即使你是买个3000块的东西 或者是5000块的领股 扣个20块的手续费 其实占比其实也都还好 重点还是 我们不要省小钱去忽略了 可以赚大钱的机会 俊永哥 有一些是配股配息 配下来的一些股票 那些股票到底要不要买领股 凑成一张卖掉 还是我就放着 那些配下来的股票怎么处理 其实就我过去的经验 因为其实领股的交易 比较不太方便 所以其实在过去 我们只要领到了股票鼓力 其实我会习惯把它凑成整张 然后继续放着 那领股交易可以用融资融券买吗 当然不行 怎么用融资融券 不行 因为能不能用融资融券交易 其实它是必须得是看 你有没有信用户的资格 那如果你有符合信用户的资格的话 那下单的张数 应该都是最少都是一张起跳 对 你要融资融券 如果你领股交易要融资融券 那不如去直接去买旋 那个期货 这样好可怜 都已经没有钱 要买领股了 然后还要融资融券 没有 正常来讲 我跟大家讲 其实欧洲股神 柯斯团然你也讲 有钱的人可以投机 因为投机赔了钱 对他来讲没有差 然后有一点点的钱的人 不能投机 你要追求富贵稳中求 但是没有钱的人一定要投机 因为你不投机 没有机会翻身 所以其实如果你的资金 只有零股 只有这样子的资金的话 我觉得一开始你先开始学 学会怎么去从开始参与市场 先了解市场的运作 因为不管是零股 或者股票整张的 它都只是一种工具而已 当你的技巧学会了之后 你再扩大你的使用的 投资的工具 去扩大你的投资的报酬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的资金是小资主 其实我会建议你在投资上 真的要积极一点 要人生 每一个当股神人都会破产过 所以如果你年轻就破产过 那保证你以后 更容易搭乘股神的境界 今天我要听庆乐老师开始的 所以零股交易 除了适合一些新手 适合一些资金 现在可能比较少 还适合哪些人 重点是可能有哪一些风险 要注意 到底在接下来新手 赶快等一张再买 还是现在借由零股交易 可以盘中交易就慢慢买 休息一下 小小时间给你做一个提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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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